10. 《蘋果日報》 2015年7月22日名彩論壇 E.04處境李順恩民建聯組團訪經,據說可能會有中央官員接見 李勝女主席對記者說,會就上次立法會8時28分醜聞向中央致席 那就是擺明附經請罪了,其實什麽霸時28分香港人已開始淡忘,民建聯的頭頭門則心虛至今,現在要拉隊上經請罪 好象只要得到中央官員鬆口,說不追究了,隨可放心,由此也可見,他們對於香港的民意 也就是他們的支持者反倒不上心的,支持者們用選票捧他們,他們不怕得罪,反而只擔心得罪中央官員 那時鐵定認為,他們的選票是中央發工之後才會有的,這倒真是跟兩真應以胎同種了 大概也因爲這樣,才不再提什麽票債票上了 如果票債票上,如此一副嘴臉,他們的支持者看了也深淡,手中的選票也去向不明了 但他們有鐵定支持者們聽的指示中央的話,只要中央不怪罪 支持者們就會不假思索把票投給自己,反之,就真的票債票上了 他們是狠看不起支持者的智慧的,好帳頭他們一票者,都沒路指,這天,有支持 梁振英的組織設街站叫人簽名祝福梁振英 還說下個月要趁梁振英生日更好的表態,他媽的習主席生日都不會有這等祝福 香港竟有人如此給梁振英擦鞋,他們會有聽過薄熙來的下場嗎?有這樣的擦鞋仔祝福,還不如自己飲淨了斷算啦